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 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 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 继续回到今天 多元族群分享爱的节目 节目现场 我们要再度欢迎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她是张树时创高中的 陈美玲主任 也来跟大家聊到的 是新住民朋友 在台湾的成人基本教育 再度欢迎陈主任 是 各位大家好 其实陈主任呢 刚刚有跟大家聊到 在做这个 新住民朋友的成人基本教育 其实有非常非常 丰富的经验 那刚刚也跟大家聊到 有交过了三四百名的 新住民朋友 绝对跑不掉 也许这个数字在这 三四百人以上 也说不定 那在这么多接触的一些 教学的经验里面 有没有一些印象 让你比较深刻的一些对象 或者是印象 比较深刻的一些状况呢 我们新住民的朋友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有一点害怕 一定的 是 所以他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 我是 我们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也是跟他聊天 我们也不是说 只教导他 试制或者是写制 这一方面 其实我们 我也会教导他 关心他 你好不好啊 问他家里 问他家人的状况啊 因为以我的年龄啊 其实我也可以 等于是说 我当他妈妈都可以的 所以我也可以指导他 如果说他在小孩子 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啊 那其实我们不只这一方面 我有跟他们讲 将来你离开学校 你有任何问题 你生活的问题 我也是可以帮你的 你不要客气 那像有一次啊 有新住民的 他想要办那个身份证 然后他很害怕 他也不知道怎么做 那我就跟他约时间 那我就带着他 我就带着他去 我们护证事务所 来办理 因为他说 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些证明 他可能是说 要有房地产的证明啊 还是说 要有一些钱啊 如果我印象没记错 可能还要有500万的存款 是 是哦 对 然后这些 他就觉得很慌 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也有的是 在我们那个 他如果是离婚的 那他可能半年之内 他就必须要离开台湾 那除非他如果有小孩子 那他就可以还停留在台湾 所以这个新住民 其实在我们台湾的生活 其实没有 其实也是很辛苦的 那我个人是觉得 我非常的同理心 这一块 所以我是希望说 我自己能够尽量地帮忙他 然后让他觉得 心里是很安心的 是 是 等于是老师平常 除了课堂上面的教导之外 在私底下 跟这些新住民朋友的互动 也非常融入他们的生活 我想老师讲到很重要的一句 就是同理心 好不好 这个新住民朋友 来到台湾这边生活 当然难免一开始 很多的不适应 很多的紧张 尤其是早期呢 政府可能规定又更多了 当然现在可能有一些松绑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要去遵守 有些新住民朋友 刚来台湾 出来乍到 可能也是有一些状况 不太清楚的 老师也可以当他们 生活上面的老师 是 不过 持续要再请问一下 这个 陈主任 这些新住民朋友 要来上这一些 所谓的成人基本教育的课程 它有什么样的限制吗 其实我们的教育局 或者是我们政府非常好 没有任何限制 都可以 他只要愿意学 而且是鼓励他来学 那我们现在这个教育局 它是有一个对象的限制 就是说 它必须要新住民女性 那新住民女性 它也就是说 要嫁来台湾的新住民女性 是有这么一个规定的 但是我们学校 我们是一个教育机构 所以我们教育单位 所以我们只要 只要是外籍的 他愿意来学 都来学 那实际上我们也有学 我自己有大概教过 差不多五个 五个是男性的 我们台湾的 也是有 也是有那个 那个男生 他是外 不是我们台湾的 那个其实也不是只有女性 所以男生也有 我们 那也有 我们也有说 因为我们戏子 他旁边是有一些工厂 那有一些外籍劳工 其实他也非常想要学习 我们台湾的文化 他也很想试字 所以他们愿意来学习 我也是很开心的让他旁听 他们也是学习的非常快乐 因为他认识字 他写字 他连自己的名字 都可以学 所以他是很开心的 像今年我们就有很多个那种 也是那种小女生 差不多20岁左右 那里面还有是大学毕业生 他也是来我们台湾做外劳 那他也是有来学习 甚至有一些看护 他也想要跟雇主沟通 所以他也想要认识 那这方面只要他愿意学 我都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就是你只要愿意来 我们就愿意来指导你 教导你 是 太棒了 所以这个也必须要有校长的支持 是 很重要对不对 是 我们这个历年来 我们的历任校长 都是非常的支持的 那我们今年 我们学校在106年的时候 由张树国中 我们现在就是变成 张树国际实创高级中学 那我们现任的校长 他也是非常的支持 那校长也是有当面给我鼓励 所以我得到很大的回馈 也是很开心的 就支持我的力量 是 不然其实我们在暑假的时候 办理 其实我们是额外的要花时间 有点加班的概念 是 但实际上 你并不是 因为教育局它是用一种 开放性的申请 就是你有申请 然后教育局就一定会给我们 但是因为大部分 有些别的学校 可能认为说 这可能就是一种 额外的一种工作 除非它有很大的这种 愿力 不然它可能比较 不会来申请 但是因为我们学校 我们历年的校长 他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帮助人 有点像在做公益 但是其实我们得到很大的回馈 就是我们自己就觉得很开心 而且其实这个教育局 他们也是也有给我们老师终点 所以我们又有一点像做公益 那实际上我们又有得到实质的这种 有一点终点 所以我们等于是说双赢 我们也又好像助人 那又交到新住民的朋友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最大的福报 真的感觉这个陈美玲主任 真的对于这一次的教学 非常非常有热忱 非常棒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 也非常感谢张树时创高中的陈美玲主任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这些非常宝贵的经验 那当然最后呢 还是要有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互动一下 要来请问一下听众朋友 刚刚呢 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一些 在台湾的新住民朋友的全人基本教育呢 他的上班 他的上课时数要达到几个小时呢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 赶快用简讯 用LINE的方式 传送到CITYFM这个LINE的账号 就有机会可以得到 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小礼物啦 节目的最后 再度感谢陈美玲主任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任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